嗨 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牆尼 一個在台中市街頭出沒的Uber計程車司機 分享Uber的街頭營業數字 另外也介紹牆尼的Toyota RAV4 自己DIY改裝的後座平成化車床 到處露營車速的體驗 今天主要分享的是包含 2022 12月的Uber街頭營業數字 也會和上個月與去年的同期數字做比較 另外強引是使用Toyota RAV4為營業車 也會整理加油維修保養的紀錄 分享每公里的成本 還有每公升的油耗數字 最後是12月扣除當月成本 還有固定攤體後 最後還剩多少銀魚呢 今天一起告訴你喔 12月初有機會參加 Uber官方與中間車隊的聯合座談會 雖然會議解決錄音錄影 但搶你還是想分享一些訊息給朋友們 其實看到Uber官方代表們心裡覺得是蠻踏實的 了解司機們在使用Uber App 是有一群人在維護管理的 也分享陸續會與一些機關團體或公辦的活動合作計劃 除了提高能見度也增加用車媒合的機會 例如高鐵、Klook、家樂福、金馬網會、各類遊行、還有小北百貨等等 也聽到陸續會洽談一些廠家合作給司機們對汽車美容、保養或司機的餐食、住宿等的一些特約服務喔 另外中間車隊的大家長洪理事長也親自到現場 除了感謝司機一路的支持外 也細數了台灣多元計程車的演化 從白牌進入R牌 到現在的T牌 作為重要推手的他 看得出來洪理事長是非常有使命感的 為照顧司機也不遺餘力 其實從這兩年發放政府的補助金 以及物資 也可以感受到對司機們都是用極簡方便的做法 讓司機可以安心的開車賺錢的 當然座談會大部分的時間還是司機們會整各種問題 與建議 希望Uber官方或車隊能改善或者是協助 包含 圖資 費用 多點上下車 乘客的教育溝通 客宿的合理性 南投營業區 車禍的協助 還有保險公司的服務等等 我發覺我們司機的問題真的很多 不能 要求馬上解決 但希望是能一天比一天的好 最後洪理事長 苦口婆心要求司機們 千萬不要危險駕駛 安全是唯一賺錢的方法 好現在疫情已經接近五感了我們就來看看12月的營業數字 好的 這是12月的數字報表 有需要在截圖細看哦 這裡提出一些關鍵數字參考 12月31天 強迷營業19天 有12天休息或耍廢去了 總收入是40486元 總上限時數是140小時29分 其中68小時33分車上有客人 佔49% 佔49% 12月平均時薪是288元 總共服務283個行程 平均行程單價是143元 其中精英行程佔213個 75% 減碳車型佔48個 17% 精英PLUS車型佔16個 6% 寵物毛孩車型6個 2% 總營業里程是2135公里 其中有計費的里程是1358公里 佔64% 計算的郵資成本是3496元 佔總營業額的8.6% 每千元收入平均需要52.7公里 想你的營業時段是從早上的9點 到晚上的7點的時間 固定 見紅就休 怪物多 也休 所以 總收入不高 但 要知道收入 一定是和付出的時間成正比 只要你肯付出 賺錢真的是不難的 我們再來和上個月做比較 看看最近的變化如何 好的 我們來看幾個關鍵數字的變化 十一月和十二月空車的 十二月空車的里程幾乎相同 都是36% 而十一月空車的時間是54% 十二月空車的時間是51% 顯示十二月的效率是有所提升的 十一月的平均時薪是280元 十二月是288元 成長3% 來客數和客單價是有成長的 十一月游資占收入占比是8.9% 十二月則是8.6% 成本也降低了2.9% 顯示十二月整體營業獲利趨勢是更強的哦 我們也來和去年十二月同期比較 來看看數字的變化 去年十二月營業空車時間是55% 今年是51% 而空車里程去年是40% 今年是36% 效率提升不少 去年十二月平均時薪是279元 今年是288元 有3.3%的成長 去年游資占收入是8.4% 而今年需要8.6% 今年是增加3.3%的 主要的原因是去年十二月油價平均是29元一公升 而今年是30.6元一公升 压縮了今年的利潤 綜合基本的營業數字 去年十二月每千元收入需要跑57.7公里 而今年十二月只需要52.7公里 jungle 工厅 署總工厅 公車 零豎 返業のトップ ある日子 新移動 前往 渦律 改為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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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车加油卡优惠2元 实际是28.6元 总共加油184公升 支出5268元 行驶3205公里 所以每公里的油脂成本是1.64元 每公升 细看的再截图哦 每月摊提金额是27232元 这个月没有维修及保养 营业油脂是3496元 所以实际的营与呢 参加金额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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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移民正确认